斗魄 只无上之境 第三十八集 天空之中 几道雷云交织在一起 硝烟眉间一皱 袖袍一挥 那朵混沌盛宴 顿时在天空之中展开而来 一时间周围的血气 都被灼烧地发出 痴痴的声音 哼 正好试试 用混沌盛宴凝结的毁灭火帘 硝烟嘴角一抹微笑 手中再次挥出 斗气注入混沌盛宴之中 混沌盛宴立即如同气球一般膨胀起来 瞬息之间便凝结成一个巨大的火帘 去 硝烟口中淡淡地吐出一个字 混沌宴融合的火帘 便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冲入了天空之中的雷云 在云层之中爆炸开来 整片雷云瞬间就被一层淡淡的黄色火焰包裹出 一声闷响之后 几道雷云直接化为了几束庞大的能量 注入到了硝烟的体内 顿时间 一股突然增强的气息在这片空间之中回荡开去 硝烟的眼眸之中 猛然之间掠过一抹淡淡的火焰 随即便隐藏在了他眼眸的深处 硝烟再次突破到了二星斗地 这一次他并没有突破到二星斗地中期 这里的磨煞血气显然没有侧面空间的浓郁 导致硝烟只堪堪吸收到了二星斗地初期初级 这片空间的磨煞血气便已枯竭 对于这样的成绩 硝烟显然颇不满意 当初已经到了二星斗地中期 如今却退了一个阶别 心中自然有些失望 小子呀 别失望了 你要知道吸收太多的磨煞血气 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其实啊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任务已经完成 但是呢 我总感觉你这次经历 还是太简单了一些 这个磨煞坟场的内部 似乎隐藏着什么 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不过呢 我也感觉不准确 可以进去看看 战老拍拍硝烟的肩膀 看向磨煞坟场的内部 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 硝烟看着战老很是正中 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模样 也点点头 连战老都看不透 这坟场内部会是什么呢 小眼看向战老问道 我们也应该前往魔域坟场深处了吧 嗯 差不多了 提高警惕 这内部啊 有些隐晦 小心一点 战老嘱咐了一声 便回到紫尘蓄灵塔去了 小眼很清楚 连战老都如此重视 看来这坟场内部 肯定非同寻常 灵魂之力散布开来 才移动身形 向中心走去 一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 在这片空间之中穿梭着 速度之快 身后不断地拖出了数道残影 硝烟将骨翅也施展了出来 运用顺步和三千雷动 向着空间深处快速地移动 战老也在这段时间将硝烟的很多斗技修改完毕 首先是八级蹦 还有黄泉三世中的最后一个黄泉纸都修改完毕 最重要的还是天火三玄变 战老根据硝烟拥有的一伙 对其进行限制性的改造 能够让硝烟利用混沌盛宴 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实力 这几个斗技都是硝烟爱不释手的斗技 被战老一改 原本粗糙的斗技都达到甚至超越了天界 硝烟的脸上顿时涌上一抹喜色 飞行中的硝烟俯视着身下这片大地 一路过来 大地上见获得出现不少奇形怪状的山峰奇石 生长着许多极为珍贵的药材 中途硝烟数次忍不住停下来 反反复复采集了不少的矿石和药材 矿石都如同水晶一般 充斥着巨大的能量 在斗器大陆 矿石的能量几乎忽略不计 而在斗地大陆上的矿石 却都蕴含着让人陶醉的能量 药材自然是砖采市面上售价极高的 一路之上 硝烟还发现许多的坟墓 想必都是魔族的强者陨落后 埋葬在此的吧 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硝烟继续向魔域坟场的内部飞去 他发现 越往里面 周围的坟墓和药材矿石等 都越来越稀少 而且空气也变得越来越压抑 硝烟的眉头紧锁起来 继续往里 渐渐地 一幢巨大的建筑出现在硝烟的眼前 这个建筑极为的状怀 静静地悬在那里 它的每一根柱子都如同水晶一般透明 而在这透明水晶般的柱子里 流淌着一种怪异的液体 液体发出淡淡的光运 整个建筑仿佛一座 晶莹透明的水晶宫殿 灰红地悬浮在空中 看上去极为雄伪 飞在上空的硝烟还发现 在宫殿的正下方 地上有着一道巨大的印记 印记的形状极为怪异 发出淡淡冷色的光芒 水晶宫殿便悬浮在这个印记的正上方 硝烟的身形快速地凑了上去 几个顺步 她的脚步就落在了宫殿的门口 右脚甚至有一点迈了进去 突然间一股强大的推力 将硝烟推了出来 直接将她推出了数十丈之远 小子 切勿乱动 这地方尤端泥 战老的声音骤然响起 硝烟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手捂住胸口 刚才那力量是什么 硝烟面色凝重地问道 之前坟场外围不太难的经历 使得硝烟有些唐突了 我也不知道啊 你用煞魔魁去试试 战老建议道 显然他也不知道 刚才那股力量是什么 硝烟点点头 手一抬 煞魔魁化为一道红光 向宫殿门口俯冲而去 静止就冲入了宫殿门口 诶 煞魔魁居然能进去 硝烟和战老几乎同时质疑了一声 砰的一声 煞魔魁刚刚跨入门口 一声闷响紧跟着响起 四肢上面的封印 瞬间就被震碎 果然有端倪 战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能够轻易就破掉 煞魔魁的封印 显然这力量十分强大 硝烟看了都是一阵心机 封印刚刚被震碎 煞魔魁的整个身躯 便开始变形 越来越扁 显然是被一种 无形的力量所压迫 煞魔魁肉体的强悍 恐怕连三星斗地实力的魔兽 都无法与之相比 而此时竟然出现了这般情况 轰的一声 煞魔魁的身躯 在煞时间就被压成了肉饼 立即又爆裂开去 顿时间血肉横飞 门外面的硝烟看得瞠目皆舌 能够将煞魔魁 在煞时间压爆 这是何等可怕的力量 同时心里也心疼不已 好不容易收服的煞魔魁 就这么没了 那可是对自己有极大帮助的呀 没了煞魔魁 自己可就少了一大助力了 煞魔魁爆炸之后 突然间门口两侧 两行血色的大字展现开来 非我族者死 非我皇族者亡 这两行大字带着不容侵犯的威严 充满了霸气 两行大字出现之后 萧嫣和战老都明白了 魔族的皇族血脉吗 战老捋着胡须沉吟着 原来进入这个宫殿 需要魔族皇族的血脉 看来我们是无法进去了 萧嫣惋惜道 煞魔魁显然没有皇族的血脉 连煞魔魁都震宝而去 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放弃了 我可感觉到 里面有一样对你来说 极为重要的东西哦 什么东西 萧嫣疑惑中带着惊讶 鬼灵 战老悠悠地说道 鬼灵 三奇物之中的鬼灵 萧嫣听见鬼灵二字 顿时有些激动 眼中一抹金光闪过 但旋即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煞魔魁瞬间就被押爆了 我的实力 这宫殿哪 莫说是煞魔魁 即使是我 可能也要受不轻的伤 甚至九死一生才能通过 方言整个斗地大陆 如果没有魔族的皇族血脉 能活着进入 并通过这个宫殿的 恐怕 不会超过五个人 整个斗地大陆 只有不超过五个人能够通过 萧嫣心中震撼了 那该是多强的力量啊 战老说 他受不轻的伤 甚至九死一生能通过 那战老的实力 岂不是位列前五 战老 我想问个问题 斗地大陆 现在的最强实力有多强 战老瞥了萧嫣一眼 意识到 自己刚才可能说漏嘴了什么了 最强实力嘛 大概是九星斗地吧 战老有些知误 九星 萧嫣彻底震撼了 没想到身边这个 随时提携自己的老头 居然至少有八星斗地以上的实力 连战老您这样的实力 都要九死一生才能通过 我 萧嫣改口称战老为您了 以前确实是有点 有眼无珠啊 这个宫殿 别的人或许难以通过 但是对于你 就实在是 再轻易不过了 战老赶紧转移话题 萧嫣顿时眼前一亮 哦 我能通过 还再轻易不过 这是萧嫣万万没有想到的 当然 战老轻轻地吐出了两个字 血脉吗 平实力那是绝对过不去的 连战老都很难轻易过去 何况自己一个区区二星斗地 只有可能是因为血脉了 对 经过熔炼晶邪之后 你的血脉在这片大陆之上 已是无人能及 你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血脉吗 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以后 你自然会知道 现在告诉你 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战老沉声说道 萧嫣大致知道 战老的实力以后 就想到了 紫辰蓄灵塔 绝不简单 如今他对战老 已经百分之百地信任 也就没有再过多地询问 那为什么 刚才会被推出来呀 萧嫣对于刚才 被那股力量推出 显然有些不理解 刚才你不是也没有 受到半点伤害吗 战老反问了萧嫣一句 对呀 那力量只是把我推了出来 倒是没有伤害我半分啊 看来战老说的 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可能是因为你血脉不是太浓郁 还有你没有释放实力的原因吧 你这次把实力全部释放出来 可能前进会有些困难 但是应该不会出现 煞魔魁那般情况 战老说完 一个闪身就回塔里去了 萧嫣点点头 但是想起煞魔魁被压爆的瞬间 他额头之上仍是冷汗直慎 二星斗帝初期的实力 全部释放而出 包裹出整个身体 向宫殿门口处飞去 到了门口边沿 那股强大的力量 再次扑面而来 萧嫣释放出斗气 咬牙顶着 脚步艰难地跨了进去 然后整个身体 慢慢地进入了宫殿 萧嫣还是一口鲜血吐出 但并没有出现 煞魔魁那般的情况 身体微微一沉 犹如有千军压在身上一般 脚像灌了千一般沉重 萧嫣的眼睛变得赤红起来 仍旧艰难地迈动着沉重的脚步 向宫殿内部缓缓地移动而去 好大的一个宫殿广场 整个广场空荡荡的 远远望去 只有一个小黑点 在宫殿的门口处 向宫殿内部 蜗牛般地行进着 每移动一步 都是那么地艰难 而宫殿的内部 远远地也有着一个小黑点 如此巨大的压力 显然是因为萧嫣的实力 太低造成的 正如战老所说 萧嫣进入是没问题 但是行进就十分的困难了 萧嫣徒步在空旷的 宫殿广场之上 向着远处那个小黑点 艰难地前进着 原本二星斗地 磅礴的斗气 在这里竟然消耗得极快 没走不算太长的 一小段距离 萧嫣就不得不停下来 休息数次恢复斗气 而就在萧嫣艰难的 行进过程中 他发现 宫殿广场的地面上 有着许多浅浅的涂雕 这些涂雕 无一不是战斗和厮杀的场面 有人有兽 有大有小 场面惨烈至极 悲壮和血腥的气息弥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